今天啊是这个破五按这个 能力的 新年说法是正月初五俗称破五 破五呢是要吃饺子 所以这个吃饺子的这说法啊 初一的饺子跟这个破五的饺子不一样 咱们北京啊这个吃食比较多 而且讲究比较多 可是这饺子呀咱们什么时候都离不开 号称是初一饺子初二面 初三烙饼摊鸡蛋 到了这破五还得吃饺子 当然咱们初四啊 我昨天做了节目初四吃遮罗 这初一的饺子呀 跟这个初五的饺子都是吃饺子 可这讲究不同 初一呢号称是团团圆圆 这一架子呀 吃团圆饺子 其实最初这饺子呀 在大年三十晚上啊 还有一个作用 是祭祖的 是祭祖的饺子 要包素馅的 初一呢 这团圆 这初五又不一样 初五呢 就是号称是捏小人嘴 顺顺利利的 让这一年把小人嘴捏住 他不说咱们坏话了 咱们一年都顺利呀 其实这就是一个 求一个吉祥 大家别认真 像马三立先生说的 哪有小人呢 我周围全是好人 所以咱就不捏小人嘴 咱们图一吃 跳检式 字幕志愿者 径